晚上好 欢迎收看7月4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首相纳吉被指涉及7亿美元的罗申门案 副首相慕尤丁也开枪说 因为这项指控非常严重 他出行大麻烦汤汇 国家银行及警方尽快与总检察署合作 调查所有针对首相的指控 因为这会影响纳吉作为首相 和政府领袖的公信力和诚信 慕尤丁也认为 这项指控针对个人 纳吉应该解释或者做出否认 挽回人民的信心 而他对纳吉已经否认指控感到欣慰 此外总检察长阿都干尼 今天下午也发文告说 有反汤汇警方和国家银行 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 已经针对一马发展公司 课题展开调查 他也证实 的确收到一些有关一马公司 以及指控说资金贿赂纳吉户口的文件 阿都干尼说 他已经亲自过目文件 同时给予调查小组一些劝告和方向 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些文件的真伪 另外调查小组昨天也已经到SRC国际 安宁安门达利以及艾萨伯拿纳公司 收获一些文件当局证进行分析 闹得沸沸扬扬的服装指南风波 持续延烧 律师工会主席今天强调 拒绝所谓衣着不符合规则的民众 进入政府建筑办理事务 是一种滥权的举动 因为已经违反了联邦宪法第五以及第十条文 这两则条文赋予人民有尊严的生活及谋生 以及言论及行动的自由 他也认为衣着指南中 不能暴露手臂及膝盖的条文无法被接受 那是因为大马是多元种族的国家 来看下一则新闻 击打一对父母因为上班的关系 而将只有四个月大的女婴送到邻居都推荐的托儿所 第三天他们如常把孩子带到托儿所 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接到负责人的电话说 孩子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 女婴的父亲说 刚开始他以为孩子只是抽筋 但事后医生却说脑部有鸡血 而且眼睛部位受伤 至今还没有清醒 女婴的父母不排除是托儿所疏忽照顾 已经向警方报案 来看下一则新闻 希腊星期日将举行公投 决定是否接受国际在全人救助方案 在这前夕 法新社报道一则新闻 暴露77岁的退休老人 连续跑了三家银行都领不到属于妻子 大约500令吉的退休金 最后老人坐在银行外崩溃痛哭 这也是目前许多希腊人面对的遭遇 另外根据高盛集团本周发布的金融评估报告 显示希腊经济问题对亚洲地区股市的直接冲击不大 但大马的曝险率最高 高居亚洲第一 原因是欧洲银行持有的大马债务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 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